见到父亲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是我是一个逃犯 我不能回国 我不能回去看我的父母 他们已经八十多岁了 2015年 我爸爸得癌症去世了 我也不能回去蹦伤 事情以后我妈妈又得重病 所以 我是日夜思念 我想要在她 救生的时候 再能够看到她一面 所以我要回国自首 我要承担我自己的责任 我也愿意接受 任何处罚 回国自首是我个人 自愿的一种选择 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我也不希望 任何个人 和机构包括瑞典方面 介入或者干涉 我回国的事情